我们告诉我们,我们是死者 作为《行尸走肉》系列中的灵魂人物 瑞克最后一次出现的正片中还是2018年第九季 为了引开狮群,保护还未建成的桥梁 瑞克孤身犯陷,最终和狮群在一片爆炸声中消失 不过瑞克没有被炸死 而是被简笛斯用直升机带到一个未知的地方 自此与主角团分散 之后,刀女便一直在找寻瑞克的路上 时隔六年,终于等到瑞克的故事线 夜幕映照下,瑞克的脸上写满孤寂 离开伙伴的这些年,他似乎过得并不好 甚至一度失去了求生意志 瑞克拿起一块碎玻璃片,想给自己来个了断 但一想到,刀女还有女儿朱迪斯,他又犹豫了 此时,距离炸桥事件已经过去五年 瑞克与其他幸存者,报名参加了斩杀丧尸的志愿者任务 注意看,瑞克的制服上有一个三环标志 这是公民共和国独有的标记 当年救佐瑞克的直升机上也有同样的标记 说明救他的就是公民共和国的人 公民共和国实力强大 但要想获得这里的资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一天,士兵带上瑞克的人来到郊外 眼前是密密麻麻的丧尸大军 而且有的丧尸还冒着熊熊火焰 他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丧尸清理完毕 为了防止瑞克逃走 士兵在他左手手腕处带着一副镣铐 镣铐通过绳索与士兵腰间的装置相连 志愿者的活动范围完全由士兵来决定 瑞克为了脱离掌控 竟举起斧头,咬牙斩断了左手 他一边躲避士兵追捕 一边提防着丧尸的攻击 即便痛到昏厥也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直到士兵走远,他才敢处理伤口 一具燃烧殆尽的丧尸引起了瑞克的注意 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直接把血灵营的手腕伸了进去 火焰的灼烧总算让伤口止血 可是还没来得及高兴 瑞克便暴露行踪 他被士兵击中后倒在了地上 等到醒来,人已经回到原来的住处 看着手机上刀女的画像 瑞克陷入深深的思念 他期待着两人重复的那天 诉说这些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 大潮爆炸时 瑞克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没想到后来竟然在一家军队医院里醒来 这是一支拥有数千人的军队 由他们保护着一座拥有数十万人口的隐秘城市 为了安全和保密 凡是进入城市的人谁都不能离开 这座城市实行自治 完全独立于军队 但有一条规则必须遵守 凡是从城市以外救下来的人 都要在郊区工作 要么杀死丧尸用来获取能源 要么种植食物 管理水源等一些日常的劳动 只有干完六年 这些幸存者才能远离军队监视 远离郊区 获得进入城市的资格 这些幸存者有一个统一的称呼 收割者 瑞克就是收割者队伍中的一员 不过和其他幸存者的目的不同 瑞克不仅不想进入城市 反而想尽快逃离这里 好与重要的伙伴和家人团聚 虽然最近一次逃跑行动已失败告终 但瑞克并没有受到惩罚 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忠孝奥克福 使他特地向军队首领比尔少将求情 让瑞克继续担任收割者 中尉知道 瑞克之所以想留在郊区 是为了方便逃跑 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多逃跑一次 只不过是多一次送死的机会罢了 奥克福希望瑞克能加入共和国 加入他的队伍 但瑞克显然对此不感兴趣 休息间隙 瑞克遇到了朋友艾斯特班 艾斯特班兴奋地告诉瑞克 今天是他在外围的最后一天 从明天起 他就能到城市内部 担任三区的水电副经理 成为正式公民 整整六年 以后终于能过上吹空调的好日子 听说奥克福还在打瑞克的主意 艾斯特班开玩笑地说 干脆答应奥克福算了 这样他就不会再烦你 而且有了士兵的身份掩护 逃跑的胜算 至少比收割者大得多 艾斯特班一语点醒梦中人 瑞克听完这番话若有所思 艾斯特班告诉瑞克 他的女友在城市里当记者 正在做一个有关水资源管理的报道 不过陷入沉思的瑞克 完全没在意艾斯特班后来说了什么 之后 瑞克表面上假装同意加入奥克福的队伍 其实是在为逃跑做准备 除了新制服 奥克福还为瑞克准备好了甲鸡 在正式上岗之前 瑞克和新招募的士兵们 都要进行严格的培训 包括格斗训练 模拟飞机驾驶等等 训练期间 瑞克认识了这个叫索恩的女人 她之前和瑞克一样 也是收割者 长达一年的训练后 瑞克与索恩都成为了出色的战士 不过奥克福让两人加入 并不是单纯的让其成为士兵 奥克福真正的目的 是让两人成为公民共和军内部的领袖 瑞克很疑惑 他不仅逃跑四次 还断了一只手 为什么还会选中他 索恩同样一脸问号 因为不久之前 他还想刺杀奥克福 对此 奥克福给出的解释是 瑞克和索恩能帮助他 从内部改变这一切 两人身上都拥有着 能让共和军改变所需要的特质 索恩不明白 公民共和国自给自足 秩序稳定 为什么还要改变 对此 瑞克有着不同看法 城市虽然安全 但幸存者不能离开 没有自由 两人从奥克福口中得知 公民共和国把从外面救回来的人 划分为A等和B等 A等人游勇游谋 会为自己的信仰奉献生命 是人们愿意追随的领袖人物 而B等人 他们最关心的只有自己的生存 奥克福认为 现在的公民共和军 正处于高压统治 需要强势的领袖来改变现状 敢于挑战规则与权威的瑞克和索恩 无疑是最佳人选 瑞克并不想卷入其中 但索恩却坚定地支持奥克福 并且希望瑞克抛弃杂念 和他一起协助奥克福 除了公民共和国所在的秘密城市 还有两个城市 同样作为幸存者的据点存在 分别是奥马哈和波特兰 他们与共和国达成三成联盟 一同在末日世界里求生 不过其他两座城市 并不知道共和国所在城市的位置 这天比尔少将找到瑞克 从两人对话中得知 联邦政府一把火烧了亚特兰大 共和国之所以隐藏自己 或许就是为了躲避联邦的攻击 比尔询问瑞克 奥克福是不是在计划着 什么别的事情 尽管瑞克一再强调没有 但比尔不太相信 他预感到奥克福 在偷偷谋划着什么 与此同时 直觉也告诉瑞克 军队大费周章把城市隐藏起来 一定有什么秘密 军队所做的一切 对幸存者而言全是谜团 尤其是那些 穿着血红色条纹的士兵 他们所做的一切 也对整个军队保密 瑞克对这些秘密 并没有好奇心 他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伪装自己要逃跑的想法 接下来的日子里 瑞克一边积极配合着工作 一边秘密筹划逃跑计划 这天 瑞克带着建筑工程图 找到埃斯特班 收割者只有休息日 才有机会进入城市 但士兵身份就不同了 瑞克想知道 化工厂检修孔下面的隧道 通往哪里 埃斯特班现在已经是 高级水利水电人员 担心受到牵连 他不敢行差踏错 不过在瑞克的一再请求下 埃斯特班还是松口 说出了逃跑路线 隧道通往正东方向 大约一英里外的一个路口 那里有一个上了挂锁的栅栏 密码是4399 煎熬的等待中 瑞克终于等来了机会 这天夜里 瑞克前往化工厂收集资源 他远离小队后 找来一具丧尸的尸体 然后把自己的身份牌 挂到尸体身上 假装自己遭遇了不测 为了毁尸灭迹 瑞克先是引开油罐车周围的丧尸 然后撬开剪盖 准备丢出手雷 引爆油罐车 可就在这时 一个丧尸突然从身后扑了过来 瑞克眼急手快 先是解决了一个 接着又送走另一个女丧尸 这时 一个脏兮兮的小女孩 尖叫着出现在瑞克面前 按照计划 瑞克大可以进入下水道 从而逃生 然而 看着女孩走向尸群 瑞克放心不下 于是追了过去 不料 瑞克刚解决掉纠缠的丧失 索恩就找了过来 任务已经结束 小队马上就要撤离 瑞克不想放弃 于是恳求索恩的帮助 索恩当然知道瑞克想做什么 他提醒瑞克 就算真的逃跑了 奥克福也不会放过你 他了解你的过去 你要去投奔的朋友和家人 也一定会被连累 得不到索恩的帮助 瑞克只好终止逃跑计划 索恩的话 让瑞克耿耿于怀 他把匕首架在奥克福的脖子上 威胁他说出一切 原来 瑞克在第三次逃跑时 朝河里扔了一个漂流瓶 没想到 后来竟被奥克福捡到了 由此 他不仅知道瑞克的妻子 名叫米琼恩 还知道他有一个女儿 奥克福用刀女和朱迪斯 威胁瑞克 让他彻底打消逃跑的念头 听到家人或许有危险 瑞克压抑的情绪当场爆发 奥克福被他狠狠揍了一顿 瑞克怒吼道 你没有资格替我做选择 我的妻子和女儿才是我的选择 瑞克有自己的选择 可奥克福也有自己的坚持 他曾经隶属于联邦 先后参与了轰炸亚特兰大 和洛杉矶的行动 原本费城也要被炸毁 但奥克福震惊地发现 费城之中 还有将近十万的幸存者 奥克福做不到 让这座鲜活的城市从此消失 于是叛变联盟加入了共和军 不仅如此 为了阻止联邦的行动 奥克福还炸死了对方四千士兵 其中就包括他的妻子 两人打了一架之后 奥克福劝告瑞克 虽然留在这里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但至少能保证家人和朋友的安全 一旦你逃了出去 共和国高层担心位置泄露 一定会追杀你 和所有与你有个接触的人 奥克福的话让瑞克犹豫了 避免再出岔子 奥克福要把索恩和瑞克 一并调到后勤处 在接下来的十二个月 瑞克的工作任务 主要是帮忙把一所大学 转变为前沿作战基地 一年之后 共和国所有高层指挥官 将在那里召开峰会 正式开放基地 到那时 瑞克和索恩将成为项目负责人 这是两人通往领袖之路 最好的机会 瑞克不想要权利 但眼下他没有拒绝的权利 没等瑞克接受这一切 又传来一则坏消息 奥马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整座城市全部陷落 生活在高墙内的九万幸存者 几乎全部丧生 初步调查显示 城市周边有一处屏障 发生坍塌 接下来的几周时间 公民共和军将着手调查坍塌原因 奥马哈沦为死城 意味着共和国结盟的城市 只剩波特兰 索恩感觉很蹊跷 三城结盟后 奥马哈让波特兰和共和国 知道了他们的位置 然后他们就死了 这一切恐怕不是巧合 更像是人为造成的 到底是谁干的 现在还未可知 不过看过行事走肉外面的世界 这个美剧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这一切都是公民共和国做的 随后 索恩提到了瑞克那晚遇到的小女孩 原来被瑞克杀死的两个丧尸 是女孩的父母 当初他们一家三口住在博物馆里 直到狮群出现 这里很快就沦陷了 里面的人全部失变 女孩吓得躲进雕像里 才侥幸躲过一街 后来丧尸为了啃食女孩 把身体折腾得四分五裂 血液和破损的器官 全部沾染到女孩身上 两天后 女孩做好了死亡的准备 但这时狮群却不再攻击她 因为身上腐臭的味道 遮盖了人类的气味 女孩依靠自己艰难求生 直到那天晚上被他们发现 带了回来 索恩深知 在这样的末日世界里 只有像共和国这样强大的地方 才有能力庇护着幸存者 索恩希望瑞克留下来 不管他愿不愿意 至少能多一个拯救世界的好人 火到处处 瑞克被悲观的情绪裹挟 甚至想尽快结束这一切 由此出现了故事开头 手拿玻璃碎片的一幕 好在最后瑞克还是放弃了 瑞克经常给刀女写信 假装她能读到 以此唤醒内心的情感 今天是瑞克写给刀女的最后一封信 而这也意味着瑞克不再执着于过去 而是关注眼前 奥克福并不知道瑞克的加入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但他相信瑞克一定能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更多的秘密 说话间一场袭击悄然来临 奥克福和瑞克乘坐的直升机遭遇炮弹袭击 奥克福不幸重担血散当场 瑞克拼尽全力稳住方向 然而炮火依旧猛烈 直升机受损严重 随即彻底失控 摇摇晃晃冲进了树林里 瑞克和士兵们带好装备 开始在树林里和敌人周旋 一按我明 士兵们在炮火中一个切一个倒下 这时一个拿着50刀的女人出现了 倒在地上的士兵们被她一一解决 然而就在摘下瑞克头盔的一瞬间 两人双双愣住 万万没想到 这个女人不是别人 竟是瑞克日夜思念的妻子米琼恩 《行尸走肉存活之人》第一季 第一集的故事到此结束 从预告来看 接下来还会讲述 刀女一路寻找瑞克的艰难旅程 彼此挂念的两个人终于在相见 虽然方式出乎意料 但还是很感人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看原片 最后不要忘记三连支持一下哦 大家好 我是电影明小雅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 《存活之人》第二集中的故事 前面的故事说到 瑞克为了保护家人和朋友 选择留在公民共和国 并加入忠孝奥克福的队伍 然而 奥克福却在第一集最后死于空难 而这起事故 也促成了瑞克与刀女的久别重逢 时间回到几个月前 炸桥事件后 刀女误以为瑞克命丧活海 直到在瑞克留下的手机上 发现她和朱迪斯的小人像 这才意识到 瑞克很可能还活着 除了手机 刀女还找到一张纸 上面写着布里奇斯码头的地址 猜测瑞克很可能在那里 于是 刀女便孤身一人前往 途中 一对夫妇正遭遇丧失危机 刀女好心救下两人 并跟随两人来到他们的社区 为了加快速度 刀女希望社区女首领 能送给她一匹马 面对请求 对方没有回应 而是让刀女 好好了解他们的社区 说不定会愿意留下来 末日世界 人就是资源 更别说像刀女一种 战斗力天花板的存在 女首领告诉刀女 如果找到那个人 你们可以一起加入 刀女婉拒了对方的邀请 不好意思 我们有自己的社区 现在我的孩子们 只想快点见到他们的父亲 码头位于北方 女首领提醒刀女 现在最好不要往北走 被刀女拯救的男人说道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 北方数百万规模的丧尸潮 都会向南方迁徙 等过了几个月 他们才会回到北方 女首领不遗余力地挽留刀女 然而刀女却一语道破 这个社区存在的问题 原来之前落难的夫妇 正是女首领的妹妹艾登 和妹夫贝丽 女首领明知道两人遇险 却放弃了救援 理由是 她不会为了两个人 让社区两百多人陷入危机 社区正是凭借这套规则 才在末日之后走到了现在 女首领振振有词 但在刀女看来 这根本算不上一个合格的社区 说话前 一个名叫纳特的诸如男人 气冲冲地闯入办公室 她质问女首领 为什么不去救你的亲妹妹 我们足够强大 可以停下来救人的 如果你这么冷酷无情 那我就撂担子不干了 纳特一顿输出 过了好一会儿 才发现 担心的两个朋友 正完好无损地站在身后 得知刀女是好朋友的救命恩人 纳特感激不尽 相比女首领 让人自生自灭的作风 刀女健一勇为的精神 更让纳特刮目相看 她提醒刀女 越往北越危险 那里有一个五英里宽的丧尸巢 正在迁徙 见刀女执意要走 纳特愿意助台一臂之力 尽管女首领还没有答应给马 但纳特似乎有一定的话语权 于是 她毫不顾及女首领的感受 承诺一定会给刀女 找一匹最好的马 不久之后 刀女不仅有了坐骑 还多了一套用来防身的盔甲装备 分别前 刀女温纳特和贝利夫妇 为什么要留在一个 见死不救的社区 你们这么聪明 一定有更好的归宿 纳特笑着说 可能是我们太懦弱了吧 刀女再次踏上一个人的冒险旅程 正如纳特所说 往北没走多远 刀女就迎面遇到了丧尸巢 目光所及之处全是丧尸 好在纳特为刀女 准备好了秘密武器 她从包里掏出一个火箭筒 一炮发射出去 在尸群中炸开了花 剧烈的爆炸声引开了丧尸 就在刀女准备补枪时 一个浑身着火 身上踹着汐油桶的丧尸 正迎面走来 然而没走几步 丧尸突然爆炸 七零八岁的残肢到处乱飞 结果不偏不倚 把马背上的刀女打了下来 更糟糕的是 刚才的爆炸 又让尸巢调转方向 朝着刀女的方向不断逼近 刀女拔刀准备硬钢 就在这时 石巢两侧的山谷上 有人发射了炮弹 紫色光焰伴随着浓浓黑烟 直入云霄 紧接着 石巢被炮声吸引 竟然从中间一分为二 朝着左右两边缓缓离开 拯救刀女的不是别人 正是纳特他们 临行前刀女说的话 让他们感触很深 最终他们决定离开冷血社区 除了纳特和贝利夫妇 还有一些早已受过社区规则的人 也跟着一起离开了社区 晚上 众人围着篝火聊天 刀女从交谈中得知 在丧尸危机爆发之前 纳特是个出色的武器专家 白天在山谷引爆的炸弹 就是他研发出来 专门用来对付丧尸的 刀女告诉众人 等找到瑞克 就带他们一起回到亚历山大社区 在那里 大家就像一家人 快乐地生活着 刀女一眼看出 艾登有孕在身 此时 艾登终于说出 他和贝利遇险的原因 贝利为了给艾登找蜂蜜 爬上一棵大树 结果不小心掉队 社区的生存规则是 不会因为一个人停下来 因此 队伍抛弃了贝利 继续前进 而艾登为了贝利选择留下 结果两个遇到了失群 带着未出世的孩子 在漠视流浪 并不是明智之举 刀女劝说艾登和贝利返回社区 可艾登却说 等找到瑞克再做打算 见艾登态度坚定 刀女只好尊重她的选择 这天 一行人来到一个荒废的小镇 还没熟悉这里的环境 头顶便传来直升机的引擎声 飞机发现有幸存者后 竟然朝着小镇 投放了一种黄色烟雾弹 事发突然 刀女让大家赶紧用水打湿布条 然后捂住口鼻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吸入的黄色烟雾 会让人呼吸困难 进而死亡 很快就有人痛哭死去 变成了丧尸 刀女和纳特也吸到了烟雾 好在并不致命 然而 艾登的情况却不乐观 刀女和贝利赶紧把她 带到商场的家具店里 口吐白目的艾登对刀女说 快回到孩子们的身边 别冒险 纳特呼吸困难 她告诉刀女 商场后面有药店 说不定能找到氧气罐 刀女已经做好最坏的准备 她叮嘱贝利 赶紧找东西把艾登绑起来 还有千万别睡在她旁边 交代完之后刀女一个人前往药店 好消息是 刀女找来不少氧气罐 可遗憾的是 等她赶回来时 绑在床上的艾登已经失变 怀着悲痛的心情 刀女帮她彻底解脱 更扎心的是 贝利也已经变成丧尸 刀女唯一能做的 就是让这对夫妻 在另一个世界里团聚 纳特躲在柜台燃烧的一圈火焰中 她抽携着向刀女道歉 对不起 我对失变的朋友下不去手 纳特发现黄色烟雾 其实是氯气 会损伤人的喉咙和肺部 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身体才能复原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刀女和纳特一直留在商场里 好在这里有一些物资 能支撑他们的日常生活 等身体恢复得差不多时 刀女把一张手绘的地图交给纳特 让她前往亚历山大社区 别再跟着自己冒险 然而纳特却谢绝了刀女的好意 隔天一大早 两人带着行李重新出发 为节省体力 他们还找来一个丧尸 专门拖行李 两人顺利抵达了布里奇斯码头 眼前死寂沉沉的场景 让刀女的心彻底凉了 这里空无一人 烧焦的尸体一堆又一堆 空气中弥漫的全是死房的气息 刀女绝望不已 瑞克给出的线索只到这里 而码头上全是身份难辨的招尸 难道瑞克也在其中吗 刀女崩溃不已 逼着自己接触瑞克已死的事实 毕竟都过了六年 要是瑞克还活着 她一定会找到回家的路 纳特安慰她 这一切都是你的猜测而已 你可以再相信久一点 相信瑞克还在外面 她还活着 这天 刀女和纳特经过一片树林时 空中又有直升机出没 担心对方会放氯气 这次两人决定先下手围墙 刀女劈死干苦力的丧尸后 从行李包中拿出装备 随后 纳特架起炮筒 第一炮是个哑弹 没有发生爆炸 第二弹成功击中直升机尾翼 下一秒 飞机失去控制 坠入树林之中 两人不敢轻举妄动 而是蹲起来 密切观察直升机那边的情况 很快 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 从直升机里走了下来 纳特又发射炮弹 成功把一些士兵炸翻在地 刀女抽出武士刀 一路逼近 纳特则在后方打掩护 没等这些士兵从爆炸中缓过来 便一个个被刀女抹了脖子 瑞克之所以逃过一劫 多少是有点主角光环在身上的 分别多年 瑞克与刀女终于团聚 此情此景 不管是瑞克还是刀女 或许都在梦里上演过千百回 虽然见面的方式很特别 但一切静在不言中 重逢固然是最好的事情 不过瑞克很快反应过来 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 共和国的人马上就会找到这里 刚才发生的一切 他们该如何解释 瑞克告诉刀女 不能让他们知道你的身份 你得用另外一个名字 要是问你从哪里来的 就说来自一个很多年就陷落的社区 至于这些死掉的士兵 就说是看到他们被袭击 你才找到这里的 总之 要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 瑞克向刀女保证 等到时机成熟 一定会带她返回亚历山大 尽管刀女不理解 但还是同意了瑞克的做法 对她而言 能找到瑞克就已经足够了 见刀女找到最重要的人 纳特为她感到开心 没想到的是 意外却不期而至 一个还没死透的士兵 开枪击中纳特的心脏 她再也没有机会成为亚历山大的家人了 瑞克把士兵送走后 询问刀女 身上有没有携带 关于亚历山大社区的东西 地图 无线电 还有手机这些 全被瑞克拿走 至于砍人的武士刀 则塞进了纳特的手里 显然是要把杀人的锅 甩给纳特 虽然不厚道 但这也是眼下帮助刀女脱身 最好的办法 瑞克让刀女配合自己演戏 只有这样 共和军才不会怀疑她 几分钟后 一架只生机降落在两人面前 刀女以幸存者的身份 被共和军带了回去 接受审问时 刀女谎称自己叫戴纳 一个人在外面流浪了很久 在审讯官面前蒙混过关后 刀女顺利加入了收割者的队伍 避免被人怀疑 瑞克想和刀女交流 只能趁人不注意 把她待进无人的车库 瑞克讲述了自己 这些年回不了家的原因 并且解释了 左手是如何断掉的 刀女表示理解 但她有一个疑问 必须要问清楚 共和军在外面 用绿器滥杀无辜 这种草菅人命的事 你干过没有 瑞克斩钉截铁地 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共和军也分好几种 穿红色衣服的 负责执行特殊任务 通常是带着喜回来的 因为保密 其他人根本不知道 这些人在外面干了什么 我也是到后来才知道的 刀女希望瑞克 能阻止这伙人的恶行 然而得到的回答 却是三个字不可能 难道试一试都不行吗 瑞克了解共和军的实力 凭借他们两个 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结束短暂的会面后 刀女心事重重地 来到站台上 广场上 停满了共和军的 车辆和战机 虽然想为纳特他们报仇 可他心里也清楚 自己和共和军的实力 相差悬殊 贸然行动 等同于以卵击石 瑞克回到宿舍 发现一个老熟人 不请自来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垃圾女 简蒂斯 不过今非昔比 现在他早已是 共和军的一份子 刀女的身份 瞒得了其他人 可瞒不了他 至于树林里发生的事 不用瑞克交代 简蒂斯也知道 真正动手的人 就是刀女 他告诉瑞克 这件事他会保密 但如果瑞克和刀女 想逃跑 那么他们的家人和朋友 一个都别想活 第二集的故事 到此结束 从接下来的预告来看 刀女伪造的身份 还是遭到了怀疑 而简蒂斯的存在 无疑也加大了瑞克和刀女 逃出共和国的难度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宝子们 可以去看看原片 最后不要忘记 三连支持一下哦 大家好 我是电影明星亚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 每句存活之人 第三集中的故事 上集说到 刀女在瑞克的帮助下 伪装身份 成功混进公民共和国 然而 唯一知晓 刀女身份的简蒂斯 警告二人 不要妄想离开这里 否则后果自负 在过去的这几年 瑞克和简蒂斯之间 到底发生了哪些故事 时间线回到以前 当时瑞克还是个 刚加入共和国的萌新 这天 他在街道上溜达时 耳边传来熟悉的声音 是老朋友简蒂斯 他主动和瑞克打了招呼 鉴于两人之间的回忆 算不上愉快 瑞克显然不想搭理他 简蒂斯告诉瑞克 在垃圾场的时候 共和军的人 发现了他们的存在 末日世界 人就是最宝贵的资源 于是 共和国向简蒂斯提出 要进行资源互换 只要他们发现 弱小的幸存者 或者视为威胁的人 都能把他们交给 公民共和国 作为交换 他们会给简蒂斯 各种物资 当初是简蒂斯 从河床上 叫来共和国的直升机 才救了瑞克一命 不仅如此 简蒂斯为了 打消共和军的顾虑 还谎称 瑞克是属于 B等的追随者 而不是A等的反叛者 然而 瑞克并不领情 要不是简蒂斯 他就不会困在这里 插翅难逃 简蒂斯在这里 有吃有喝 还不用当收割者 肯定是用瑞克 和共和军换来的 简蒂斯继续说道 共和国有个500年计划 他们要重建一个 比过去更好的世界 重塑文明 最终战胜丧尸 简蒂斯也要加入共和军 但他不想成为收割者 而是要慢慢爬上高层 手握更多权力 简蒂斯希望瑞克 能和他一起 在这里干出一番大事业 他的雄心壮志 瑞克不在乎 他只有一个愿望 回家 瑞克的态度 让简蒂斯有些生气 分到扬镳之前 他提醒瑞克 不要忘了 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时间回到现在 瑞克找到索恩 说救他的人是刀女 当然 索恩并不知道 两人真正的关系 刀女还在等着 被接收和分配 瑞克不希望 刀女被送到别的地方 但他出面的话 会让共和军 觉得他感情用事 上面的人 更加信任索恩 所以瑞克希望索恩 能想办法 把刀女留下来 面对瑞克真诚的请求 索恩似乎没有拒绝的理由 不过 瑞克好像忘记了一个人 没错 正是简蒂斯 瑞克和索恩刚商量好 就在房间里 遇到了不请自来的简蒂斯 如今的简蒂斯 在共和国混得还不错 刀女的出现 对他来说是个威胁 要是两人逃出这里 共和军查出瑞克真实的过去 那自己的大好前途 必定前功尽弃 毕竟当年 是自己把瑞克带进来的 简蒂斯警告瑞克 别想着离开 否则 不仅是刀女和他 所有认识瑞克的人 都要付出代价 亚历山大社区 也逃不掉干系 令瑞克没想到的是 简蒂斯早已做好 万全的准备 瑞克想杀他灭口 也是行不通的 他已经拟好一份文件 上面记录着 有关瑞克的一切 一旦他死了 共和军回收小分队 会在第一时间 拿到这份文件 至于刀女 原本他被上面的人 怀疑是A等 现在却进来了 简蒂斯猜到 这一定是索恩的功劳 瑞克无法反驳 简蒂斯佩服瑞克的 办事能力 但也清楚 只要瑞克和刀女在一起 就没有什么 是他们不敢干的 刀女这边 他用戴娜的假身份 顺利成为收割者中的一员 每天的任务 就是清理外围的丧尸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当女时刻保持着低调 打工过程中 他认识了这个 叫克莱奥的女收割者 成为收割者之前 他睡树上吃蟋蟀 对他而言 这里就是天堂般的存在 说话间 耳边传来炮弹的声音 克莱奥告诉新人刀女 这是干扰弹 当过多的丧尸 聚集在一个地方时 共和军会用投弹的方式 来分散诗群 克莱奥开玩笑地对刀女说 你的身上散发着一种 有能力的气质 我很高兴 和有能力的人一起干活 听着克莱奥的夸赞 刀女却高兴不起来 就在两人清理丧尸堆时 一些没死透的丧尸 陆续活了过来 克莱奥没有察觉 身后有一只丧尸 正缓缓走来 危机关头 刀女果断解决了丧尸 如此身手 让克莱奥更加坚信 自己没有看错人 危机解除之后 瑞克来到附近 不过他和刀女 只能用眼神 进行短暂的情感交流 今天是比尔少将 为牺牲的高克福 举办遗体告别仪式的日子 比尔告诉所有士兵 奥克福最开始是我们的敌人 但他为了拯救 整座城市里的幸存者 转变了立场 最后不仅牺牲了妻子 更是牺牲了自己的一切 奥克福的经历告诉我们 敌人不是绝对的 重要的是认清局势 站到正确的一方 瑞克神色凝重 似乎这番话是对他说的 仪式结束后 比尔找到了索恩和瑞克 他相信瑞克的能力 只不过对他还很戒备 奥克福的职位 需要新人定替 深受比尔信赖的索恩 无疑成了最佳人选 果然当晚索恩便带来了 一个好消息 他被比尔提拔成了军事指挥官 职位的提升意味着 能获得的情报也更多 比如梯队简报 索恩让瑞克继续负责 前沿作战机翼的后勤工作 在指挥官们抵达峰会开幕式之前 那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谈话前索恩提到了刀女 原来比尔已经注意到他 这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军队中有17000多人 比尔偏偏只盯他一个人 这不正常 索恩已经明显感觉到 把刀女留下来这件事 并不是明智之举 索恩的这番话 让瑞克意识到 刀女的身份随时都可能暴露 因此逃跑计划必须尽快进行 瑞克拿出地图 研究着逃跑路线 并且把发射干扰弹的时间 记录了下来 这个时间点正是丧尸聚齐的时候 趁着吃午饭的机会 瑞克偷偷把写着逃跑计划的纸条 塞给了刀女 上面写着 时机已经成熟 今晚必须行动 干扰弹引来了很多丧尸 共和军忙着应付丧尸 或许不会注意到他们两个 夜幕降临 瑞克在为逃跑做着最后的准备 刀女则一个人来到收割者健康中心 她在678号橱柜里 找到一把大楼钥匙 和一张手绘的逃跑地图 晚上九点 随着干扰弹的反射 通道中的丧尸便躁动起来 在不涉及人身安全的情况下 刀女并没有出手 很快 她按照路线指示 来到一片灌木丛 旁边的水池里 飘着一具黑人女丧尸的尸体 从装扮来看 应该是瑞克 让她假扮成刀女的尸体 灌木丛中藏着一个独木舟 奇怪的是 刀女没有发现瑞克的身影 而是在船上找到一封瑞克留下的封信 瑞克告诉刀女 我不走了 要是你不走 就永远走不了了 我们都要死在这里 稳妥的办法是 你回到朱利斯身边 而我留下了以防万一 刀女泪眼婆娑 一时间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隔天 瑞克告诉剪蒂斯 刀女已经被她稳妥地送了出去 可是 剪蒂斯并不相信 刀女真的会留下瑞克一个人吗 剪蒂斯的怀疑一点没错 第二天 当瑞克看到刀女 依旧穿着收割者的衣服 奋力斩杀丧尸时 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瑞克的决定 让刀女很生气 她把情绪全部发泄在丧尸身上 超强的战斗力 把一旁的小伙伴们都看傻了 而看到这一幕的索恩 也意识到 刀女绝对不是个普通人 瑞克找到刀女 解释自己不能离开的原因 只有她留下来当内应 刀女才能安全脱身 刀女很失望 然后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看着这里平静安稳的生活 刀女甚至怀疑 瑞克是不是早就忘了初心 想要留在这里 追求更高的权力 就在刀女怀疑人生时 小摊方的画 成功引起刀女的注意 她一眼认出 上面的女人就是她自己 贪主告诉刀女 每隔一段时间 瑞克都会让她画一些 除了刀女和朱迪斯 还有一个小男孩 男孩的名字叫卡尔 此时刀女终于明白 瑞克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最爱的人 她之所以不和自己一起离开 一定有什么苦衷 索恩已经对刀女的身份起了疑心 然而面对索恩的质疑 刀女坚称 自己只是个普通的求生者 当被问到 为什么要在树林里拯救瑞克时 刀女说 我不喜欢看着别人死在面前 尤其是看上去孤独无助的人 事已至此 索恩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 像刀女这样的A等人是天生的领导者 这类人不会安定下来 做一些务弄打杂的活 他们会好奇这里的一切 去努力追求着正义 索恩一边说 一边拿起藏在身后的武器 目睹这一幕的瑞克也变得紧张起来 好在虚惊异常 刀女并没有因为索恩的咄咄逼人 而露出马脚 最终索恩同意让刀女加入前线基地的清理行动 瑞克作为军事长将为刀女提供作战服务 武器的话棍棒即可 看样子 索恩并没有完全放下对刀女的戒备 让刀女加入清理行动才是对她真正的考验 如果刀女不能做到绝对的服从命令 索恩很可能会再起杀星 前沿作战基地的前身 以前是一座大学 现在变成了共和国的权力中心 除了前线部队只有索恩和瑞克见过这个地方 现在刀女是第三个知道这里的人 直升机刚抵达基地 就有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期待解决 由于前线小队的主力还在外面执行其他任务 能出面解决问题的只剩下索恩 瑞克 刀女 以及几个留守在基地的士兵 原来基地周边的栅栏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缺口 两百多个丧尸正在向缺口移动 当务之急必须清理丧尸 补好缺口 索恩很快想到对策 让一名士兵带着炸药车穿过缺口 然后由他来放置炸药 行动过程要保持低调 清理丧尸 也只能使用冷兵器或者气枪 索恩没有安排刀女什么特殊任务 她只需要处理善后工作就可以了 然而与诗群正式开战时 刀女还是违背了索恩的安排 她一个人推着装有炸药的小车 穿过缺口来到诗群附近 瑞克不放心随即跟不过去 车上装有警报器 开启后附近的丧尸全被吸引过来 随着车上的炸药引爆 丧尸被炸死了一大片 此时此刻是两人逃跑的最佳时机 刀女告诉瑞克 先离开 接下来的问题一定有办法解决 但是为了所有人的安全 瑞克依旧不敢冒险 刀女很无奈 放弃逃跑后 她和瑞克一起开始清理剩下来的丧尸 在索恩看来 刀女显然没有通过考验 她将枪口对着刀女 犹豫之际 瑞克突然出现 她借着轻理丧尸的机会 挡在了枪口面前 索恩最后还是放弃了 任务完成之后 索恩告诉瑞克 比尔要见她 因为轻理丧尸有功 瑞克大概率会升职 随后 刀女在这里见到了剑迪斯 这是两人第一次遇到 刀女一脸震惊 剑迪斯怎么会在这里 为了让刀女放弃自己快点离开 瑞克说了很多绝情的话 然而 刀女又怎么会是轻易放弃的人呢 在回去的直升机上 瑞克和刀女心事重重 此时的外面狂风暴雨 似乎预示着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就在机身距离晃动的时候 刀女做出一个大胆举动 她竟然拉着瑞克从飞机跳了下去 刀女想找回以前无所畏惧的瑞克 这个可以理解 可是在没有江湖伞的情况下 敢玩这么大的 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两个人肯定死不了 但能活下来的唯一解释 只剩下主角光环了 第三集的故事到此结束 闻戏太多 节奏也很拖沓 给人一种丧尸片 秒变家庭伦理片的感觉 好了 今天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看原片 最后不要忘记三连支持一下哦 大家好 我是电影小雅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 美剧《存国之人》第四集中的故事 上级最后 刀女为了找回曾经的瑞克 不惜拽着她从直升机上一跃而下 幸运的是 两人并没有硬着陆 而是掉进一片海域中 爬上岸后 他们来到一间装修高档的公寓 里面不仅有电还有水 不得不说 这里的主角光环有点太厉害了 刀女从衣柜里找到干净的衣服 在换衣服的时候 她腰间部位显眼的十字形伤疤 引起了瑞克的注意 她看向刀女放在一旁的对讲机 若有所思 但刀女很快就猜出瑞克在盘算什么 她对讲机丢在了海里 现在联系不上共和军 在离不离开这个问题上 夫妻俩的意见还没有达成一致 刀女态度坚决 要走 并且要带着瑞克一起离开 而瑞克却因为担心家人和朋友的安危 不敢与实力强健的共和军背道而驰 刀女拿起书房的童话书 对瑞克说了些阴阳怪气的话 大概意思是 回到爱丽山大社区 她可不能把见到瑞克的事情告诉孩子们 更不能说是瑞克自己不想回来的 听到这儿 瑞克有些意外 除了女儿朱迪斯 还有谁 一问她才知道 自己竟然还有个儿子 在瞧出事的时候 刀女就已经怀孕 孩子现在都快八岁了 小瑞克从出生到现在 都不知道亲爹长什么样 刀女本以为瑞克会因为这件事回心转意 结果傻眼 这让刀女很崩溃 共和军到底给瑞克灌了什么迷魂堂 还是说瑞克已经不爱自己了 刀女的坚持让瑞克很绝望 她试图让刀女明白 不是她不想回去 而是不能 炸桥事件之后 是简迪斯在河边捡到瑞克 然后把她送进了共和国 简迪斯了解瑞克 以及有关亚历山大社区的一切 要是贸然逃跑 后果不堪设想 瑞克和简迪斯达成协议 确保能把刀女一个人安全地送出共和国 谁知刀女不按套路出牌 又是抢着推走装火药的车 又是拉着她跳飞机 这下保持低调是不可能的了 刀女在得知简迪斯草拟了威胁瑞克的文件后 依然毫不畏惧 怕什么 咱俩一起想办法把文件毁掉 必要时刻 连简迪斯都灭了不就行了 刀女一直是以前的刀女 换作是以前的瑞克 她或许真敢这么做 但现在的她 完全没有打赢共和军的自信 不管刀女怎么说 瑞克都没有改变主意 没办法 刀女只好把对讲机交给瑞克 不知不觉 天已经大亮 两人望向窗外震惊地发现 昨晚上乘坐的直升机 受到暴风雨天气影响 竟然撞上了隔壁大楼 刀女带着瑞克跳飞机 反而意外救了两人一命 飞机残骸让刀女再次看到了希望 共和军的人一定会以为 她和瑞克已经遇难 这是天助我也 这正是两人逃跑的绝佳机会 然而瑞克的态度又一次让刀女大失所望 瑞克留下来 除了是为了保护家人和朋友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奥克福死了 瑞克想继承她的遗志 从内部去改变现有的共和军体制 到时候会让更多的幸存者 免遭他们的侵害 舍小加固大家的选择固然伟大 但刀女是不会感动的 夫妻俩又是一轮争辩 两人都立场坚定 丝毫都不退让 近撞 刀女拿了点防身的武器 便生气地离开公寓 她想用这种方式 再逼瑞克最后一把 这个节骨眼 谁先心软谁就输 刀女在走廊中等了一会儿 见瑞克迟迟没有跟过来 她便头也不回地离开 大楼门外游荡着一波丧尸 就在刀女下定决心 要为自己杀出一条生路时 共和军的后援直升机 找到了这里 共和军的存在 对于外界来说是绝对保密的 因此直升机残骸必须摧毁 在大门被轰炸的瞬间 瑞克即使跑不来 用身体捂住了刀女 瑞克护期的举动 终于让刀女好受一点 老公心里还是有我的 但眼下还不是夫妻俩 修补感情的时候 大门玻璃在刚才的爆炸中受损 外面的丧尸蠢蠢欲动 全都涌入大楼之中 前门不通 瑞克和刀女只好返回大楼 先找个稳妥的地方躲起来 等到狮群远离大门 再想办法逃走 随后 刀女找到一间废弃的健身房 瑞克自顾自地说 共和军会不惜一切代价 摧毁他们存在的一切证据 而且用不了多久 这栋大楼就要塌了 健身房里 刀女找到一位医生 留下的绝笔信 灾变后 医生一直想研发出 能让丧尸变回正常人的方法 结果以失败告终 最终 实验室沦陷 和他一起研究的同事全部失变 而他自己也走投无路 在逃到健身房后 医生用电机的方式 结果了自己 瑞克想改变共和军 刀女却担心 他的结局会和医生一样 人类总想用自己的方式 改变世界 结局往往适得其反 瑞克以为自己 肩负了更大的责任 可在刀女看来 他留在共和国 不过是在做牛做马 是在为共和军做贡献 关于瑞克 非要留在共和国的原因 夫妻俩又是一番争论 似乎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就在两人争论不休时 门外传来丧尸的嘶吼声 躲在这里不是办法 趁着门口拒绝的丧尸 不算太多 必须杀出重围 于是 瑞克掰断健身器材 作为武器 刀女子捡起一根铁棍 作为全聚的两大战力天花板 两人清理丧尸的动作 干净利落 因为心里有气 丧尸反倒变成 夫妻俩泄愤的工具 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 由于楼体不稳 天花板上的大型吊灯 猛的砸了下来 瑞克在刀女的提醒下 有惊无险躲过一劫 但刀女却很倒霉 躲避不及 一条腿被吊灯精准砸中 刀女自己使不上力 光靠瑞克一个人 很难把吊灯抬起来 乌漏偏逢连艳雨 刚才的动静引来了丧尸 尽管有碎石遮挡 但依然阻挡不了丧尸的步伐 留给两人的时间不多了 瑞克想拆掉吊灯 但整个过程要花费很多时间 见丧尸已经无限接近 刀女眼急手快 用铁棍将其刺死 但危机还没有解除 不肯罢休的丧尸 想在刀女鲜嫩的皮肤上 咬上一口 危机关头 刀女接过瑞克递过来的刀 这才解除了险境 外面不停有丧尸进来 瑞克顶住压力 一边清理丧尸 一边把刀女脱困 最后她一鼓作气 总算把刀女 从吊灯下面救了出来 兜兜转转 两人又回到 昨晚休息的公寓 庆幸的是 这里还没有受到爆炸的波及 过去的这段时间 夫妻俩经历了 好几次生死考验 不知是受到吊桥效应的影响 还是感受到 患难见真情的可贵 瑞克迫不及待 想用行动 证明自己对刀女的爱意 春孝一夜后 刀女和瑞克之间的感情 似乎又回到以前的样子 但在回家这件事上 两人之间的分歧 依然存在 瑞克坚定地认为 只要留下来改变共和军 未来的下一代 甚至下下一代 才会有更多的机会 刀女不吃这一套 这明明是自己骗自己的说辞 刀女不愿妥协 瑞克只好扯开话题 问她腰间的十字疤痕是怎么回事 这是吊桥爆炸之后发生的事情 当时 刀女把一个大学同学 带进了亚历山大社区 已经怀孕七个月的刀女 不相信瑞克死了 她和达利尔 每天都会出去找瑞克的踪迹 社区里的人都说刀女疯了 只有同学一直鼓励着她 但让刀女想不到的是 同学其实是个变态扭曲的人 她趁刀女离开社区 偷走了朱迪斯和其他孩子 后来刀女和达利尔救回了孩子 而同学则被刀女杀死 十字疤痕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留下来的 这次风波过后 刀女担心孩子们会再出事 于是留在社区很长一段时间 再也没出去过 直到又一次鼓起勇气 她才再次踏上寻找瑞克的旅程 只是她怎么也想不到 变故会出现在瑞克身上 人是找到了 却不愿意和她回去 不过 看着瑞克断掉的左手 刀女也不得不相信 瑞克为了能早点回家 真的拼过命 说话间 头顶突然传来房屋坍塌的声音 没时间了 他们必须尽快离开大楼 然而 刀女的内心却毫无波澜 关于瑞克的去留问题 现在必须要做出最后的决定 不决定好就不走 显然 这是刀女对瑞克的又一次施压 楼梯外侧的碎石不停地落下 瑞克心急如焚 可面对固执的刀女 她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比起改造共和军这种虚无缥缈的事 朱迪斯 小瑞克 还有亚历山大的家人们 可都是真实存在的 刀女不明白 瑞克为什么宁愿冒险 却相信虚无的东西 也不愿意抓住身边真实的家人 刀女坦言 离开社区这么久 她并不清楚孩子们 现在过得怎么样 难道瑞克不想早点见到孩子们吗 根据刀女对瑞克的了解 她根本不是这种抛弃家庭的人 刀女猜测 一定有什么她不知道的原因 把瑞克困在了这里 在刀女的一再追问下 瑞克终于松口 瑞克告诉刀女 刚被带来共和国的时候 她时常梦见卡尔 梦境成了她活下去的动力 然而 后来的某一天 卡尔却消失在了梦境中 后来 她又开始梦见刀女 梦里 两人总会有不同的方式 相识相恋 可梦里越是美好 她就越担心 瑞克害怕刀女会像卡尔一样 彻底从她的生命中消失 失去至千的痛苦 瑞克再也不想体会 这番话 让刀女明白 困住瑞克的不是其他 正是她对自己的爱与牵挂 刀女把画着卡尔人像的手机 递到瑞克手上 如果卡尔现在在这里 她希望你做出什么选择呢 刀女使出杀手锏 想用卡尔来让瑞克改变主意 先回家 然后再一起想办法保卫家园 这样一切才有意义 刀女的一波操作 终于突破瑞克的心理防线 这一次 她终于下定决心 要回家了 天亮以后 瑞克和刀女整装出发 两人麻利地解决完挡路的丧尸 然后顺利逃出大楼 门口有一辆还能开的黄色小皮卡 更惊喜的是 后座上还放着几罐乙醇 足够让他们一路开回亚历山大 刀女的耐心教导 让瑞克重拾了信心 只要他们想 就可以让这个世界 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 两人启动车辆扬长而去 与此同时 身后的大楼终于顶不住 轰然倒塌 伴随轻松愉快的音乐 第四节的故事落下帷幕 从预告来看 瑞克和刀女的回家之路 肯定不会一帆风顺 除了随时会遇到的丧尸 共和国这边 简蒂斯或许是最大的隐患 得知两人出逃 它会有哪些举动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宝子们 可以去看看原片 最后帮我们几三连支持一下哦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 《从活之人》第五集中的故事 前面的故事说到 瑞克在刀女的坚持下 终于下定决心脱离公民共和国 回到亚历山大地区 然而回家的路途 注定是不平坦的 不过能回家就已经是最开心的事了 两人运气爆棚 竟然在一辆废弃车辆的后备箱里 找到好几箱美味的泡面 吃吃喝喝在培养培养感情 实在无聊就杀个丧尸玩玩 这样的生活真是幸福 在路边一家废弃的商店里 刀女发现一把铝店的钥匙 两人商量着准备到那里过一夜 徒步经过一片树林时 附近突然传来女人的叫喊声 循着山医走过去 发现三个幸存者正在和丧尸周旋 丧尸长得奇形怪状 尤其是脑袋上全是大骨包 刀女人狠话不多 一棍子就打了下来 结果傻眼 丧尸安然无恙 她的皮肤硬得跟石头一样 好在瑞克很快发现漏洞 这皮肤虽然很硬 但是会裂开缝隙 最终 刀女用铁棍成功刺进了丧尸的头颅 看来 有一部分丧尸为了适应环境 皮肤已经发生了钙化 产生了类似乌龟壳的效果 刀女一见三人鸡肠碌碌 于是让瑞克把背包里的泡面 拿出来分一分 做好事不留名的夫妻俩准备离开 然而 鼓鼓唠唠一大包的食物 诱惑力实在太大了 三人中的两个男人掏出手枪 威胁瑞克把食物留下 女性存者还有点良心 劝说同伴不能恩将仇报 可是同伴们并没有改变主意 虽然很感激瑞克他们 但为了生存 他们必须这么做 可惜两个人都是若鸡 分分钟就被瑞克和刀女打趴在地 绝对的实力碾压下 这两个性存者承诺 以后一定好好做人 再也不坑其他人 作为惩罚 刀女把发出去的泡面全部收了回来 不仅如此 瑞克把性存者的一把枪 扔到附近 刀女则没收另一把红色手枪 当晚两人顺利来到旅馆 瑞克准备了一个小惊喜 他送给刀女一个项链 是白天的时候在商店里找到的 刀女幸福不已 随后两人进行了一番深入交流 而此刻的旅店外围 有人打开房户走了过去 不过这个神秘人 没有打扰夫妻俩的幸福时光 直到天亮 他才现身 是简迪斯找来了 瑞克和刀女拿起武器 迅速警觉 只不过两人手里拿的都不是像样的装备 面对简迪斯的美式聚合 两人只好举手投降 并且按照简迪斯的要求 把手都绑了起来 瑞克仍不死心 还想着用嘴炮 劝说简迪斯弃暗投明 可简迪斯倒心稳固的很 他清楚的知道 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是权力 一旦被共和国的人发现 他和瑞克之间发生过的事 必定前途尽会 简迪斯一直认为 是自己救了瑞克 对此 刀女却不领情 他认为是简迪斯 从他手上夺走了瑞克 害得朱迪斯和小瑞克 这么多年都没有父亲的陪伴 就连瑞克也在一旁附和 是简迪斯偷走了他们的家 话不投机半句多 简迪斯起了杀心 在他扣动扳机的同时 眼疾手快的瑞克和刀女 一个躲到方向后 一个躲到床底下 之后 瑞克掀起床板 开始了反击 见简迪斯一屁股塞在地上 刀女则拿起小斧头 趁机砍伤了他 眼看形势不对 简迪斯仓狂逃跑 刀女本想继续补枪 却被瑞克制止 眼看简迪斯驾车逃跑 不死心的刀女 则开着车在后面步步紧追 这时 瑞克主动开口 表示不能对简迪斯下死手 跟你说过了 他留了一份档案在共和国 关乎到你我 和整个亚历山大社区的安危 然而 此刻的刀女恨透了简迪斯 执意要让他付出代价 路过一个下坡的时候 两辆车相撞 简迪斯车辆失控 冲下坡 撞到了一棵大树上 附近的丧尸被声音吸引 围了过来 刀女和瑞克斩杀丧尸后 找到简迪斯这里 想不到的是 车上空空如也 简迪斯已经跑得没影了 巧的是 身受重伤的简迪斯 在河边遇到了那三个幸存者 由于失血过多 此时的简迪斯面如死灰 简迪斯举起双手 表示自己没有恶意 他正被两个危险的人追杀 希望他们能帮帮自己 简迪斯的确是走投无路了 他告诉三人 自己所在的社区离这不远 不仅安全 还有足够生活的物资 只要他们帮了自己 就能送他们去那里 显然 简迪斯提出的回报 对琉璃失所食不果腹的三个人来说 是无法抗拒的 瑞克刀女在林子里 寻找简迪斯的下落 瑞克提议活捉简迪斯 然后和他好好谈谈 瑞克觉得自己当初不愿离开 不也被刀女说动了吗 或许这一招在简迪斯身上也管用 实在不行 到时候再杀也不吃 刀女的瑞克有耐心 是因为爱 至于简迪斯完全没有谈的必要 他会想办法保护亚历山大社区 简迪斯必须得死 见刀女态度坚决 瑞克只好退一步 表示先把简迪斯弄残了也行 说着说着刀女在树干上发现了新鲜的血迹 顺着血迹 两人找到一间废弃的屋子 里面杂物很多 特别是挂起来的床单 容易遮挡视线 刀女和瑞克必须小心翼翼地搜查各个角落 找了一圈 两人终于发现了目标人物 然而 当对方回过头摘下帽子 他们却傻眼了 因为他根本不是简迪斯 而是女幸存者 穿上简迪斯的衣服假扮的 原来这都是简迪斯设下的陷阱 瑞克告诉持枪的两个幸存者 不要相信简迪斯的谎言 然而 为了能吃一口饱饭 两人一意孤行 可惜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他们依旧是瑞克的手下败将 外面的丧尸听到这里的动静 找了进来 女人躲避不及 遭到失权的围攻 同伴看见后 跑过去想解救女人 结果连自己的小命也搭了进去 接下来是瑞克夫妻俩与简迪斯对峙时间 尽管简迪斯已经处于下风 但他仍然不妥协 虽然瑞克和刀女双剑合璧 所向披靡 但他们的孩子不是 不管是简迪斯被两人杀死 重伤不知死亡 还是被丧尸咬死 只要他死了 朱蒂斯和小瑞克也一定会完蛋 简迪斯来了过道上 任由身后的丧尸慢慢逼近 刀女举起手枪迟迟不敢动手 眼看丧尸即将咬到简迪斯 他在开枪打爆丧尸的头 解决完尸群 刀女的子弹也打光了 简迪斯看出两人不敢杀自己 立马肆无忌惮地开枪偷袭 好在刀女和瑞克都成功躲过了子弹 双方再次陷入僵持 简迪斯指责瑞克意志不坚定 他原本不仅能保护亚历山大社区 还能看到贡格军真正的规模 看他们如何让这个世界恢复生机 结果瑞克却被刀女拖走了 不过瑞克现在还有弥补的机会 只要他跟自己回共和国 就能进入高层 获得梯队简报 有了权力 自然就能保护亚历山大社区 瑞克不愿相信 简迪斯真的会杀死老家的那些人 然而简迪斯却告诉他 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 重点是如何选择 保持人性还是拯救人类 简迪斯问瑞克 今天到底是想让谁死 还是大家都活下来 就在瑞克陷入迟疑时 刀女却认同了简迪斯的这番说辞 他一直以来最大的目标 就是带瑞克回去 但他现在终于明白 如果两个人一起回到了亚历山大 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 而是危机的开始 为了家人的安危 他们必须做出牺牲 有了刀女的体谅 瑞克提出要和简迪斯回到共和国 但有条件 第一放了刀女 有人问起 就说她死于空难 第二 不向共和国透露 亚历山大社区的存在 协议达成后 刀女丢下武器 去给简迪斯拿急救包 瑞克则让简迪斯把枪放下 然后才放心地 从遮挡物后面走出来 然而两人没想到的是 这是简迪斯的调虎离山之计 两个打不过 分开总行了吧 简迪斯早就做好两手准备 把另外一把手枪藏在背后 虽然瑞克和刀女已经妥协 但简迪斯并不相信他们 不过俗话说得好 只有女人才最了解女人 所以刀女带回来的 并不是急救包 而是一把冲锋枪 话音刚落 意外不期而至 失变了幸存者突然扑过来 要按了简迪斯的脖子 之前所有的努力 在这一刻都彻底失去了意义 用不了多久 简迪斯就会失变 过去的一幕幕 像走马灯一样 在她的脑海中快速浮现 简迪斯告诉两人 她讨厌失败 垃圾场的覆灭 让她深受打击 为了干出一番事业 她才加入了共和军 在简迪斯看来 共和军拥有改变世界的能力 她知道 如果不杀了瑞克和刀女 她们一定会去收拾共和军 简迪斯把共和国 当成这个世界最后的希望 不能让瑞克毁了她 起草那份档案 为的就是让瑞克不和她作对 既然选择了立场 无论结果如何 她都不后悔 尽管简迪斯说的洒脱 其实她也很矛盾 加入共和国的这些年里 她每一年都会找时间和神父见面 以此找回真正的自我 她不仅是简迪斯 还是那个曾在亚历山大社区 生活过的安妮 想到神父曾经说过的话 简迪斯终于明白 自己到底是谁 今年和神父约定见面的日子 马上就到了 可惜这一次 简迪斯再也没有机会了 她告诉二人 档案就放在她基地的房间里 回到她之后 你们就回家 简迪斯始终相信 共和军会让世界恢复正常 所以她只有一个遗愿 希望瑞克和刀女 别去找共和军的麻烦 刀女没答应 瑞克会拿到梯队简报 然后知晓共和军背地里所做的一切 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 一定不会容忍他们的所作所为 简迪斯没有力气再争论下去 她从身上取下一枚戒指 交给瑞克 原来当年 神父在得知瑞克 想向刀女求婚后 偶然间发现了这枚戒指 这一幕让瑞克更加相信 简迪斯的选择绝不是背叛 分别的时刻还是到了 一声枪响 简迪斯走上了人生的终点 随后两人把简迪斯的遗体 埋在了河边 想回到共和国 唯一的办法就是先去坠基点 途中 瑞克掏出戒指 跪在地上 向刀女真挚地求婚 而另一边 神父按照约定来到老地方 从天亮一直等到天黑 都没等到简迪斯的出现 直觉告诉她 安妮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第五集的故事到此结束 还有一集 本季将迎来大结局 重头戏 无疑是瑞克和刀女 如何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 顺利回到档案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 今天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宝子们 可以去看看原片 最后不要忘记三连支持一下哦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 《从国之人》第六集中的故事 也是第一季的大结局 瑞克和刀女分头行动 瑞克去拿梯队简报 刀女去找简迪斯留下来的档案 瑞克告诉索恩 直升机被闪电击中坠入大海 她侥幸活了下来 刀女为了救她不幸丧命 索恩没有起疑心 完全相信了瑞克的这套说辞 之后 瑞克试探性地询问索恩 还要不要继续奥克福的计划 索恩的态度似乎有了改变 她对瑞克说 以前总觉得放弃是意志薄弱的表现 但事实证明 她正是放弃的多 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或许有时候 放弃也是力量的体现 奥克福死了 她和瑞克活了下来 这次说明 两人注定是共和国的一份子 索恩的这番话 让瑞克意识到 索恩和她已经不在一条船上 担心节外生枝 瑞克假装同意索恩的看法 表示自己也愿意为共和军工作 刀女去边 她全副武装 故意引来一只丧尸 好分散守卫的注意力 然后顺利进入共和国内部 刀女找到了简迪斯的房间 一顿翻箱倒柜的寻找 终于在一个用线圈做成的 艺术品中找到了档案 刀女心情复杂 束缚瑞克的就是这张纸 刀女咬牙切齿地撕碎档案 没想到的是 她刚捡起地上的碎纸片 突然有人朝门缝塞了一个文件袋 紧接着一个声音响起 士兵询问简迪斯的情况 刀女一旦说话必定暴露 于是她谨慎地躲在门后 等到士兵走进房间 她第一时间主动出击 最终刀女悄无声息地解决了隐患 准备离开时 刀女在大厅的地上发现一个兔子玩偶 与此同时 门口还有人推着一小车的玩具进来 这一幕让刀女想起了卡尔 朱迪斯以及小瑞克 不仅如此 她还改变了着急离开的想法 选择先留下来观察一番 索恩带着瑞克 在树林里见到了比尔少将 从对话中明显感到 比尔器中瑞克 想把他提拔上来 来到办公室 比尔告诉瑞克 丧尸的数量正在以百万的速度增长 根据公共国计算出的模型 活人在地球上 还剩下14年的时间可活 如果考虑饥饿人口 与粮食产量之间的严重失衡 以及疾病的影响 可能14年都没有 恶劣的生存环境 让人类失去了选择的权利 为了让共和国继续存在 他们轰炸了其他城市 抢夺那里的资源 结盟城市奥马哈 就是这样的下场 而下一个被共和国盯上的城市 则是波特兰 等到波特兰被毁 共和军将从郊区出发 进而掌管整座城市 当女误打误撞 进入一个会议现场 原来18个小时之后 共和国叫攻打波特兰 他们提前让黑客侵入波特兰的学校系统 帮助疏散选定的孩子 一旦战争爆发 孩子们将被空运离开学校 而这些孩子并不知道 自己的城市发生了什么 末日世界 人就是资源 为了让共和国延续和壮大 输入新生命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但为了平衡 被选中的孩子只占总数的十分之一 其他没有被选中的孩子 会和波特兰所有的成年幸存者一样 死于最后的毒气袭击 比尔告诉瑞克 他们在整个非洲大陆 和世界各地的特定社区里 都安插了间谍 除了监视他们 还会潜在地搞破坏 等到所有同盟城市陷落 共和军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行动 从而消除任何日益增长的竞争 确保霸权地位 听到这儿 瑞克想刀人的手差点失控 因为他明白 如果比尔一直这么干下去 时早亚历山大社区也要遭殃 刀女得知共和军攻打波特兰的计划后 试图用对讲机联系瑞克 这一操作 差点让瑞克在比尔面前暴露 瑞克谎称是索恩打来的 这才蒙控过关 比尔接着花大饼 说只要瑞克好好干下去 未来共和国领导人的位子就是他的 瑞克尝试逃跑这么多次 最后还是回来了 瑞克已然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象征 那些渴望自由的人们 在得知瑞克的故事后 或许都会心甘情愿地待在这里 得知瑞克在灾备后 失去了最心爱的儿子 比尔告诉他 如果你愿意把最亲近的人都带到共和国 那么他一定会确保这些人的安全 为了瑞克 比尔愿意冒这个险 虽然说得很好听 但瑞克头脑清醒 并没有被比尔的话冲昏头脑 短暂的犹豫过后 瑞克拿出藏在身上的匕首 出其不意刺伤了比尔 因为不是致命伤 比尔很快站了起来 两人较量一番后 瑞克用配件刺伤了比尔的右手 杀死比尔之后 瑞克用对讲机联系索恩 谎称比尔安排他一些任务 然后一个人去了树林里 之后 瑞克把比尔的尸体 装进一个小推车 准备乘坐电梯离开大楼 电梯即将关闭时 一个士兵突然走了进来 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瑞克全程一言不发 当他小心回头查看时 却看到惊人的一幕 鲜红的血液 竟然随着小推车的缝隙渗了出来 电梯抵达六楼时 士兵发现了地上的血液 瑞克反应迅速 随即和士兵打坐一团 尽管对方训练有素 但瑞克也不是假把士 拳拳盗肉 最后徒手打爆了士兵的脑袋 电梯下降到了一楼 瑞克担心带写的箱子被人发现 好在乘坐电梯上来的不是别人 是刀女 刀女赶紧和瑞克互通消息 瑞克拿到了梯队简报 而刀女也在会议上得知 共和军有充足的炸弹 足以摧毁整个波特兰 想要回家 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但瑞克和刀女不谋而合 现在不是回家的时候 必须阻止共和军 人类才有未来 刀女自信地表示 这件事必须要做 并且只有他们俩能做得到 索恩来到树林 并没有见到比尔的身影 这才意识到被瑞克骗了 在瑞克的房间里 索恩看到他留下来的假知 终于确定 瑞克已经背叛了自己 刀女根据从纳特那里得到的灵感 把一整箱手榴弹的线绑在一起 随后 他们带着两个箱子来到武器库 一个装着手榴弹 一个装着尸体 外面的共和军 正在举办行动之前的最后一次会议 士兵们列好队形 等待着比尔的发言 没人知道 此时的瑞克和刀女 正在悄咪咪地干大事 他们把一长串手榴弹 放在数百颗毒气弹前 一旦引爆 这里的共和军 几乎要被一锅端 计划的最后一步 是从箱子里放住比尔 和被瑞克抱头的士兵 没错 两人现在都变成了丧尸 刀女把手榴弹的引线 拴在丧尸身上 然后引诱他们 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动 瑞克和刀女 则赶紧逃离这里 就在这时 索恩突然出现 索恩问他们比尔在哪里 见瑞克不好开口 又想解释的样子 索恩知道准没好事 他呵斥两人摘下头盔 转过身走向武器库 如果在里面动了什么手脚 现在立刻进去纠正 没办法 两人只好顺从 短短几米的距离 瑞克和刀女走得很艰难 要是现在放弃 之前所有的努力全白费 没等两人进入武器库 比尔和士兵 已经嘶吼着走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的索恩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没想到 瑞克和刀女的胆子 竟然这么肥 下一秒 手油弹被集体引爆 会议现场秒变露天火葬场 一部分士兵成了炮灰 剩下一部分 因为吸食毒气 也全部变成了丧尸 瑞克和刀女 用被水打湿的布盖在身上 以此避免毒气入侵身体 不久 父亲传来了索恩的声音 他戴着防毒面具 成功躲过一劫 瑞克让刀女去找防毒面具 索恩交给他一个人来对付 瑞克虽然带着沾水的黑布 但安全性低于面具 和索恩的打斗 瑞克有些力无从心 更糟糕的是 几个丧尸士兵 把瑞克围困了起来 眼看瑞克无法脱身 索恩捡起掉在地上的枪 想给瑞克致命一击 危机关头 刀女拿着配件杀了过来 两人实力相当 第一回合难分胜负 在索恩的认知中 在一个充满死亡的世界里 爱也会随之消逝 然而 刀女的想法截然不同 不管世界变得多糟糕 爱永不灭亡 说完 刀女一鼓作气 一箭刺中了索恩 刀女成功解除了危机 而此时的瑞克 却被丧尸逼入绝境 好在主角光环足够坚挺 瑞克凭借一己之力 在最后关头团灭了丧尸 和刀女会合后 两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索恩身受重伤 命不久矣 临死前 他做了一件好事 把防毒面具送给了刀女 之后 两人爬到高处 顺利逃出尸群的包围圈 比尔的阴谋暴露后 公民共和国议会召开紧急会议 决定对共和军的剩余部队 进行紧急监督 过去十几年 由比尔主导的共和军指导方针 也被彻底推翻 共和国建立了自由流动机制 市民们现在可以自由离开 同时城市也欢迎 其他新市民的到来 自此 共和国将迎来新的篇章 故事最后 瑞克当女城坐飞机 回到了心心念念的亚历山大 时隔多年 女儿朱迪斯长大许多 瑞克有些无所适从 朱迪斯见到父亲 毫不犹豫奔向她的怀抱 而这也是瑞克父子俩的第一次相见 历尽千番 一家三口终于团聚 作为行尸走肉整个系列的灵魂人物 瑞克终于迎来幸福的结局 此时的努哥还不知道瑞克已经归来 而他与卡玛的法国之旅 也将在今年夏天拉开序幕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看原片 最后不要忘记三连支持一下哦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